好那我們開始囉 幫你剛才選一個劇本 我們就選那個 開始一開始簡單劇本 永無止盡的狩獵 它是每輪每輪進行 每輪的話就是你可以看這個幫助卡 每輪的話就是說 有那個數個回合 那比如說一開始假設你先好了 就是你的回合 就是你動完之後 然後換敵人動 敵人動完之後再換我的回合 換我動 然後我動完之後再換敵人動 然後這樣一輪就結束 要看幾個玩家 幾個玩家就幾個回合 手牌的話就是這個 你有創造你自己的deck 手牌就這邊一開始起始就12張 它deck永遠都是12張 到時候可以去升級或什麼的 就是這個就這邊 就是每種都各三張 什麼力量啊敏捷的啊 然後這兩話就是說 你的手牌就是你的deck 然後就是每回合 就是一開始就抽三張 抽三張之後 然後你可以選擇一個行動 它這邊行動有攻擊 或者是移動兩個 或者是回到夢境 或者是它那個版圖上的東西做互動 或者是撿東西 然後或者是武器變形 然後除了攻擊之外 其他的話每個動作 都是要丟一張手牌來執行 就是執行 比如說你要移動兩個 要丟一張手牌 回到夢境 要丟要洗嗎 還是 回到夢境就在那邊 蛤 丟要洗嗎 要洗啊要洗啊 洗一洗然後抽三張 然後互動的話就是那個 可以撿東西 或者是跟地圖上可能會有NPC 然後武器變形的話就是這個 這邊可以看一下 你看你要選哪個角色 武器變形的話就是可以把你的這個 這個超小的 就可以把你的這個武器卡槽清空 這樣子 然後武器變形就可以翻面 清空之後就可以翻面這樣子 因為武器不是有兩種型態 然後每個它的攻擊模式都不太一樣 那每回合其實應該是6滴血啦 這個6滴血就等下拿 就拿到這邊拿6滴血 它這個就是那個 進度條的推進 進度條推進的話 它就是那個 每個回合一開始的時候 它就會推進 推進到真的 就是到這的話 就有特定的事情會發生 有些可能地圖會重置啊 或者是說那個 敵人會再重新伸出來這樣子 然後如果你再說你在打BOSS的話 BOSS的血會回滿 怎麼血 第二階段不會回到第一階段 不過那個有些 地圖上面有些什麼消耗品 還有一些重申 這邊有些消耗品 都可以剪地板上的消耗品 然後這個是裝備卡 就是 高級的那個升級卡片 就是這邊 就是你可以回到夢 夢境然後可以四選一可以來買 買的話 就是說你打掉一個怪獸 可以拿那個血之迴響 血之迴響就這個 可以拿一個血之迴響 到時候可以買一個 這樣買的時候再補充這樣子 你要回到夢境的話 其實都可以回去啊 只是說回去的話 你這個 所以你買了之後就把一張丟掉 對對對 你就把一張移除掉 然後就 把它補進去 只說要記得這個 這個如果走到最後的話 就算遊戲 結束了 結束了 就打完了 就 對啊 一定要把這個劇本打完 如果你沒有打完的話 到那邊就遊戲結束了 然後再來就攻擊 攻擊的話就是 像比如說 我順便選一隻好了 不管是敵方攻擊 還是我方攻擊的話 就是 比如說你要攻擊的話 就你要看你選擇的攻擊 你就把你的手牌就放在這邊 就是 就是當作是使用這個攻擊 然後這攻擊的話 就是說 這邊紅色的血 代表說攻擊的攻擊力 可以打多少血 然後上面就是攻擊速度 越多箭頭 代表攻擊速度越快 你就是拿一張手牌 決定你要的攻擊 然後決定你要攻擊之後 然後再來換敵人 敵人的話 他有他的敵人的行動卡 你看敵人他有分什麼普通攻擊 或者特殊攻擊 對對對 他也要翻一張 然後決定他是什麼攻擊 特殊攻擊 那再來就我們就互相比 比說我們的攻擊速度 誰比較快 誰比較慢 我們來做結算 對對對對對 像他 我的速度如果比較快 那他就會先受傷 做那個結算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說 你也可以做那個閃躲 假設你的手牌上面有那個什麼 你的卡片有那個什麼閃躲 兩個字的 閃躲 有閃躲 就是敵人不是會反擊 也會打嘛對不對 你就可以 假設你這邊有空的卡槽 你就可以把它出外上面 把它出外上面 然後就是說 那什麼時候星空 這邊啊 武器變換的時候 武器變形的時候 所以你一定要變 你的如果滿了 你就要變形的意思 對對對 然後 你如果滿了沒有變形 就不能攻擊 不能攻擊 而且閃躲 你看 如果你這個全部都滿了 你也不能閃閃躲 你要就是 有空位的時候 然後出這個閃躲 然後並且這個閃躲 它的攻擊速度 是要大於敵方的攻擊速度 然後你才可以把它閃得掉 這樣子 對 然後閃躲的話就是 所以這種很快 基本上是拿來躲的 對啊 可以拿來躲的 然後還有另外一種的話 就是反 反制 反制一定要大於他 然後你就可以那個 王國 對對對 他反制一定要速度要大於他 然後他的攻擊就無效了 而且的話 他這個攻擊無效 或是效果無效 並不是說 只有針對你 像閃躲一定是針對你的攻擊 或是針對你的效果 可以躲得掉 然後反制的話是 就算不是針對你的 他也可以讓他無效 就算是針對其他玩家的話 他有點像是槍反吧 就是說 比如說 他怪獸要打你 然後你就槍反 然後怪獸被盾一下嘛 然後他的攻擊動作 整個全部都會被取消了 好像主要就是這樣子 攻擊就是這樣子 然後 再來的話 你也賞完了 然後結算攻擊結果了 然後再來就是 看怪獸有沒有死 然後你損多少血 怪損多少血 就這樣子 然後每個人都還有這個 起始 這個是槍械卡 你的是這隻嘛對不對 哎呦 你的是加農砲呢 超猛 然後這個槍械的話 他一樣就是 使用完要翻面 一復力 聖定 對啊 他需要那個超大把劍 那打通常沒用過 你又不是玩力量型的 人家說很強 對啊 超猛 那時候玩力量型的就用這個 這個加那個月光大劍 他玩起來就很爽 超強 每清楚一個槽位 就使同格的一名敵人 受到一點傷害 寫之回響 寫之回響有上限 就三個 除非你回到 雙方速度一樣 雙方則先打 互相中 一起結算 互相